这两天有个新闻 董王的弟弟不幸 因为他不愿意公开的疾病离世了 那么对于董王来说 这个应该挺悲伤的 因为他前两天刚刚去医院看过的弟弟 说情况不太好 但是他个人还是比较乐观 一直以来 他跟他这个弟弟关系非常好的 他弟弟也多次公开表示 力挺他这个哥哥 特朗普一家 其实都非常热衷于血书 其实美国的名人都会写书 当然我们不要以为 写这个书就是他真的自己去写 那就是有 你们懂吧 有这个影子写手代笔的 因为这些代笔的人 他们一方面要浅 一方面要明 一方面可能会需要一些 上流社会的一些资源 愿意把自己的文思贡献给 这些有地位 手里有钱的人 特朗普一家 他之前侄女也写过书 写过书抨击董王 说以他为耻 说话没真的之类的 让他这个弟弟叫Robert 就出来力挺董王 力挺董王 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傲 说得非常大 所以说他的历史 应该对董王有所打击 那么今天呢 我这边到了一件货 货到了呢 我觉得等我参悟一下之后 这个世界上 没人比我更懂董王了 没有人比我更懂董王了 那么是什么东西 能让我夸下如此海口呢 Fake 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 交易的艺术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本书非常久了 董王的第一本 他自称是自己写的 但是他这个作者呢 另外一个叫Tony Schwartz 这个人已经出来说了 说他是代笔的 然后呢 Trump 一页只都没写 写了几个字 修改意见 董王自称呢 说他平常不太看书的 但这本书 是他全世界上 除了圣经之外 最喜欢的一本书 圣经第一 他第二 我们翻开首页 映入眼帘 除了Trump之外 这边又是一个Trump 然后翻开他的第一页之后呢 Trump 再翻一页 Trump 再翻一页 这边是Donald Trump 这边是 To my parents Fred and Mary Trump 他的爸爸忘了 当然也是Trump 然后acknowledge 谢谢Robert Trump 这是过世的他的这个弟弟 还有谢谢他的这个 谢谢他的老婆 他非常喜欢的老婆 到目前为止 写书的时候 他们已经成婚了非常久了 当然写完这个书 或者说在Tony Schwartz 代笔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他已经在勾搭别的女的了 后来呢 他又跟一个老婆结婚 并不是现在的这个Melania 跟另外一个女的结婚啊 Melania是再后面的事情 然后再翻一页 Trump 所以说各位 我就随便翻了几页好了 就是每一页都有 Trump 这感觉呢 这感觉呢 就是非常奇妙 就像一本成功学著作 你们能懂吗 并不像一本教你怎么赚钱的 那么因为这本书呢 我今天刚到 所以不做太多的解读啊 我没看啊 没看我不能瞎说 但是目前呢 我知道这本书 就是基本上都是Tony Schwartz写的 但是非常搞笑的是什么 各位 为什么说读这本书 你就能非常的了解董王呢 夸大意美之词 我们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他绝不是Tony Schwartz 这个作者 自己对董王的一个意向 而是现实的 董王自己处事为人生活的写照 不单单是写照 是记录 详实的记录 为什么 因为Tony Schwartz自己出来爆料说 说写的时候 你总共要采访嘛 你总共要采访一下的吧 董王非常不喜欢采访 而他当时这个老婆呢 也非常不喜欢 董王是一个 不回家的人 结果偶尔 周末回来陪陪老婆孩子 你这个人还要过来采访 采个屁 然后不高兴了 既然这个东西行不通 董王自己嫌烦 老婆也嫌烦 那么怎么办呢 换一个方式 能不能 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想法 能不能让我监听 你日常的工作电话 这样我对你的形势处置作风 有一个恰当的了解 一般人肯定说 这哪行啊 但是董王跟这个代表说 太好了 金点子 你怎么没早说 这个真方便 就允许他拉了一个分线 监听他所有的来电 就这样 然后再跟着他生活 基本上啊 在写这本书的一年时间中间 董王前脚到哪里 他后脚就跟到哪里 忠实地记录着他的各种行为 神态 说话的方式 以及监听他各种的商业电话 所以说这本书写出来各位 董王如果自己真的执笔写书 肯定写的没这么好 后面的书 这不是用监听的方式来的 也不是监视他生活来的 就有一些歌功颂德 所以说也是为什么董王自己也说 他最喜欢的 除了圣经之外 还是这一本 到后面呢 他基本上有什么事写一本书 比方说赌场办砸了 对吧 破产了 破产之后呢 就写一本东山再起的艺术 什么事情都跟艺术有关 他换一个老婆 他现在这个老婆 不是斯洛文尼亚的模特吗 他这个老婆也挺奇怪 他这个老婆也沿袭了董王的风格 所以说不是一家门 叫不进一家门 怎么样呢 他老婆也找人出了一本书 叫做他交易的艺术 他是怎么能跟董王走到一起了 他做人是怎么样做人 虽然说他是斯洛文尼亚人 但是他性格比较奇怪 对外界来说除了他长得好看之外 另外一个能吸引董王的 大家分析出来就是说 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董王的所有著作 虽然没有一本是董王自己亲笔完全写的 非常认同董王的行事作风 董王一天到晚自己睡白宫 老婆孩子全部在外面 然后有什么事情需要这个第一夫人呢 他们再回来 拉手不拉手 拥抱不拥抱 奇怪的这种相处方式 虽然说他这个给自己营造的这种形象 以及他平常出现的形象 都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 但事实上董王的生意做的真是不是特别好 破产官章是不计其数 像什么特朗普牛排 什么特朗普矿泉水 他都没有产权了 所以说他说这个某神秘公司的事情 他要从中抽30% 这个也是传统艺能 那他最喜欢的是圣经 美国人基本上家庭里面家家都放一本圣经 看不看其次 有点这种镇宅辟邪 和宣扬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吧 其实圣经这本书有很多bug 圣经旧约里面呢 讲这个亚当和夏娃偷食禁国 然后有了孩子 生了两个儿子 叫做该隐 一个叫亚伯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然后该隐把亚伯给杀了 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亚当和夏娃就跟神说 哎呀 我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杀了 我还得再生一个 你伤了另外一个叫赛特 最后呢 该隐他有自己的子嗣 赛特也有自己的子嗣 所以各位 你们发现bug在哪里了没有 上帝造人的时候 只造了一个亚当 夏娃哪里来的 夏娃是亚当的一根勒骨做出来的 那么他俩都生了儿子 他们的儿子又生了他们的子嗣 是不是少了两个神秘的女人 另外两个神秘的女人是哪里来的 夏娃是亚当的一根勒骨做成的呢 在宗教和精神上 让女性在社会中受到了不如男性的待遇 这个是西方社会之前一直到现在 都一直存在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 虽然说现在普遍上认为西方的女性 可能会社会上受到更多的一些 所谓的优待 像什么男的会帮她主动开个门啊之类的 但是现实的真正那些权益 比如同工同酬啊 职业晋升啊 这个家庭和事业的取舍啊 起码美国的女性是完全不能跟男的站在一个衡量标准上面的 不跟你明说 跟种族歧视一样的 我不说我歧视中国人 还有跟你说什么 哎呀我们这边不顾人了 招个什么文远 你的祭典要比同样的美国人高 哎呀我们这边需要跟客户沟通 你不能有口音 从来一个老毛或者拉美意的 这在美国的各种法律中是受保护的 要给他优待着这样的种族呢 哎呀来来来来来 不要紧不要紧 即便你讲话讲不清楚来来来来来 就这个事情耶鲁大学还被告啊 因为耶鲁大学奉行种族优势保护政策 华裔学生他们的分就是要比别的族裔高 保留多少多少席位 要给拉美意或者是非裔的学生 即便他们的成绩根本到不到平均的这个录取线 我当时进本科的时候 我的错误分数将近是我同班 后来的来自非洲某国家的非洲同学的两倍左右 你们可以知道这个差距了 所以说怎么说呢 讲到男女不平等呢 同样是文化经典 我举两个例子好吧 我们道家典籍 就是上次讲的这个 善之以为弃 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什么 圣经是全球印刷术第一的书 第二多的是中国的道德经 也就是老子 里面有句话 叫聘 常以敬圣母 以敬为下 聘 就是形容女性 母 就是形容男性 这跟道家的思想 圣人抱一座天下士也好 白国王以其善下之 故弄为白国王也好 这是 这是一直是这么强调的 虚怀若骨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那么另外道教的典籍里面 在这个三国时期 鱼籍 就是这个鱼籍 三国山的玩家应该都是 鱼籍 对就是那个鱼籍 他写的道教典籍 太平经里面 说这个 纯形阳 则地不肯成 纯形阴 则天不尽生 纯阴或者纯阳都不行 阴阳要和和 说人话是什么意思 我国建国初期提出的口号叫 妇女能顶半边天 但是鱼籍这句话呢 就是妇女就是半边天 没了不行 所以两相亦比较 一边说 哎呀女人只是男人一根勒鼓 一边这个是没女人不行 对女性地位的界定 孰高孰低 孰优孰劣 一目了然 就我们有个提法 叫做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 中国文化强调 叫做君子藏气于身 待使而动 木修于林 风必摧之 金鱼满汤 莫之能守候 之类这些东西 但是美国人不这么认为 美国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呢 就是 winner takes off 赢者通吃 展示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能力 获取更多的声量 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达到自己的目的 成为一个众人的榜样典范 成为了美国人心中一个文化共识 不单单是政治 体育文化 基本上都是一个winner takes all 懂哦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个人认为 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 我认为他不但半瓶子晃荡 而且晃荡的时候 旁边还要放个喇叭 听好了我要晃荡了 fake news fake news 所以这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很多人觉得 这玩意在中国肯定行不通 是吧 我们老百姓不认这套 行不行的通的各位 应该来说还是挺行的通的 我们现在叫什么 叫流量为王 所以过度资本化的社会 如果人那个道德水平 没有能够跟上的话呢 就会造成这样的无暇线 这种时候就需要什么 需要政府的监管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虽然我自己没有得出一个 非常深刻的见解 但是我发现我们的社会 并不是像我自己之前认为的 就是大家都对 或者说先天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 君子应当藏起余生 不应该半瓶子晃荡 所以在这个资本冲击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我们的民众 也对于流量这种东西 是比较向往的 这个挺有趣的现象 我自己想不出什么结果来 所以我也不展开了 那美国这边呢 类似这种现象层出不穷 金融犯罪或者是诈骗了 像这个姐妹 这个女的声称 她研究出来一种技术 她的这个科研团队 叫一滴血 我们知道平常的医院 是做各种检测 血肠规 转安眉 这个因子 那个因子 你都得分开测 抽不少血 但是这个女的说 只要指尖戳一下 第一滴血 所有东西都可以 给你拉出来 所有都可以测出来 而且是便携 你们可以想想 这个能带来 多大的技术革新 骗了不少钱 科研团队 进去帮他背书的 都是有博士头衔的 结果最后出来 发现是诈骗 这样的一种 社会运行规则呢 跟我们是有天壤之别的 我们这强调呢 做人要真实 老子里面说 君子居其时 不居其华 明代菜根谈理 势力分华 不尽者为节 尽之而不然者有节 智谢技巧 不知者为高 知之而不用者为有高 但董行这样的呢 不是什么不知而不用 而是我不知道 我去学 我学到知为止 而且不但我要用 我要用到全世界 没有人比我懂 怎么更用的 这就是典型的两个极端 各位 为什么这么多 每个人选特朗普上台 代表着他们这种文化的认同 跟我们的确是截然不同 会产生冲击的 但是在国家关系上 这也已经有了印证了 美国一直把我国 当作一个军事威胁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 外交部的这个吴谦大笑 这已经说了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了 我在这边作为结尾 中国从不欺负别人 但别人也别想欺负中国 如果有人硬是要把中国 逼成对手的话 那么中国一定会做一个 合格的对手 但是预 zombie的 直接慢慢的 在阶段上 这种松型的 这种松型的 第一种松型的 您在这里 让我们来订阅 另外两种松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